Ami-Toh 所謂法師慈悲編長 以及所謂蓮友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情况状 今天呢是第四天了 每当夜晚来临 这一只香绕河的时候 那一种的意境 就好像跟着阿彌陀佛的后面 到极乐世界去了 或者是跟着阿彌陀佛 跟着诸道菩萨 在这个极乐世界的 黄金为地当中在绕河 这几个晚上 因为有时候准备资料 有一点充促 听到大家在绕河 就赶快要冲过来 跟着后面绕 那一种的感觉 真的是很好 而且这个地方 到了晚上 大地沉寂 真的是很激进的 现在有一点风声 不过不能够破坏我们的极尽 不过不能够破坏我们的极尽 这个非常极尽的时候 来用功是最好的 那我们的月中法师呢 维罗师 我们的这个地中的法师 我们打小木的法师 他们带火器啊 都很有这个经验的 像我们这个维罗法师 到大陆啊 一年就打三个气 一口气 不是一年啊 是一口气 打三个气 所以这两个气 对他来讲啊 是小case 不过年纪大了一点啊 总是稍稍体力 差那么一点点 不过还好 十四天而已啊 而已 十四天而已 马上就过了 我们地中的法师呢 也是打了很多的 很多场的佛器 这个打地中啊 是非常有经验的 小木的法师 也是一样 所以大家呢 三生有幸啊 我们能够跟到 这么好的 这个月中的法师啊 我们应该要高兴 天一也是非常高兴的 得到他们的帮助啊 我显得更殊胜了 其实是他们的 大家的帮忙啊 这个祖基和尚没有 也无所谓啊 这个月中带得好 大家念得一心不乱了 最要紧就是月中了 月中法师 那我们呢 昨天讲到呢 这个念佛 就是称赞如来 十大院王第二个院 称赞如来呢 那也就是念佛 我们呢 在念佛法门当中 这个念佛啊 这个拜佛之外啊 就是念佛 这个念佛当中的功夫 也是很多的 也是很多 那怎么样念呢 要念到啊 要念及秦王的时候 那么念到这个念及秦王呢 怎么念呢 在应该大师文操当中呢 就说到了 智者大师在读诵这个《华华经》的时候呢 读到这个《药王菩萨本事品》里面呢 是真经经了 世民真法供养如来 忽然之间呢 就入定了 入定了 那这个时候啊 他不是啊 从昏卑心所得到的 这个还是呢 那我们念到了专注的时候呢 忽然之间弃入了 那么我们说呢 弥真起望的时候 叫做云念不觉 就开始流转了 流转的过程啊 恍望归真的时候呢 叫做云念相应 就是那一念 那我们修行用功呢 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一念 有一个古德呢 他写这个《华华经》 他一心专注地写 写一写 写到呢 炼吉群王的时候呢 到了天黑 他还在写 他还在写 这个逝者啊 就进来了 说 天黑了 怎么还写呢 动了一个炼头 忽然之间啊 看不到东西了 身手不见啊 这个手掌了 那意思就是说呢 他专注 专注到呢 到一心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境界 自然功夫到了 那我们念佛 持座 都一样的 你用力 用久了之后呢 一旦呢 后来贯通 就得到这样的利益 那么明朝的时候呢 有一位呢 就是雪桥 信禅师 他是临坡呢 虎城的人 他不认识 中人出家呢 就开始啊 苦参历旧 参厂的 平常在修习苦恨啊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那么这个苦恨呢 修的苦恨呢 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得到的 那么久了之后呢 他就大策大悟 那么大策大悟之后呢 这个信手拈来 都是佛法 那么科里所所讲的 都能够弃那个残疾啊 但是还是呢 不认识字 还是不能写 时间一久了呢 他这个字啊 认得了 又久了之后呢 那么手笔纵横呢 居然成为一个 这个大学家 写这个书法的 这个利益呢 都是从呢 从这个不分配当中呢 能够专精用功来的 我们念佛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有那个法师呢 是请教我们精神的老法师 说老法师 你老是专修净土的 那么我们都 从养你老啊 你老开示一句嘛 我们念佛 法门当中呢 要怎么用功呢 这个老法师他就讲了 就是一个字就是念 就是念啊 你就是念 多念啊 你念久了 自然有心得了 实在讲是这样的 你虽顿悟呢 事须见修 在你上呢 你顿悟 可以了 忽然之间了 你了解了 但是事项啊 事项上的话 还是要见识见识的 积功累得啊 这样上来的 所以 净土法门没有奇特了 就是多念 就多念 他讲到多念 说师父 这都多念 我们都知道啊 但是怎么念啊 就是有妄想 怎么办 还是念 再继续念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自然的就对了 这我们的心呢 这个在华文经当中 所讲的 说心如公化师 化种种五音 一切世间中呢 无法而不造 如心佛意耳 如佛众生然 心佛及众生 是三无差别 这个呢 是六十华言里面的文 心如公化师 所以我们的心呢 就好像呢 这个画画的 画画的这个师父一样的 他们在彩绘画画的 师父一样 那个 画种种五音 这个画画之师呢 他信守免来 这个毛笔拿了 一来来 随便画 都是一幅画的 那么画种种五音呢 就是所谓的 有情世间 正洁世间 气世间 这三种的世间 种种的五音呢 都是由心 由我们这个心的公化 是那所变现出来的 一切世界中呢 无法而不造 一切的世间当中 三种世间当中呢 无法而不造 所谓的五音 十二出十八戒啊 都是由我们的心呢 所变现出来的 第一的五音 乃至佛的圣庙的五音呢 还是由我们的心呢 这个心的公化师 所画出来的 所画出来 那即日世界的一正二霸 还是由我们的心的公化师 所画出来的 所画出来 怎么画 就是念佛 念念念佛 就是念念念佛 所以呢 我们要能够掌握这样的道理呢 我们重新下手 就从我们念头 从我们念头 这个每一个念上来呢 我们都能够 圆着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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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而然就画出了 这些世界的一正二霸的专业 圣庙的五音 圣庙的五音 如心佛一耳 如我众生然 如心能够变现诸佛 如我众生然 佛是心所变现的 众生也是心所变现的 都是心的公化师所发现出来的 所以这样说来呢 心 佛以及众生 这三种是没有差别的 佛跟众生呢 都是由心体所变现的作用 差别的作用 那么作用跟体性 就是一也 体用不二 体用不二 我们的极乐世界 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是我们的心所变现 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当下就是我们自信的表显 自信的表显 所以呢 我们送弥陀经的时候呢 欧弥陀玉令法 因宣流变化所作 就是佛的法身所流现的 极乐世界的 这一些的一正二霸的专业 也是我们众生的心所变现的 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那我们怎么开显 就假借佛好 念念念佛 在念念当中开显了 这一正二霸的专业 那么在《观谷梁寿佛经》里面 讲到 那这也是讲到这个心 由心所产生的这个作用 佛的法身骗一切处 所以也骗一切众生的心想当中 我们这个环弘心啊 也是佛的法身所骗入的地方 所以正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这个心的当下 就记住了三十二乡 八十随心 为什么呢 那么底下就解释了 世心错误 世心是否 那么按为事的道理来讲 心外无别法 一切的身而万一相 万事万物啊 都是由心 心所变现的 都是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的心 其心论当中所讲的说 心生则种种法生 心媚则种种法媚 所以可见呢 外界的境界就是我们的心 心生了 诸法就生 心要媚诸法就媚了 就由心所变现一切化 那么《维摩节经》当中讲到 随即心静则佛土静 随即我们的心清静了 佛土就清静了 那么心要有过来 就是众生过 心要清静 众生就清静了 这个都是讲到呢 万法是为心为师的道理 都是我们自虚所变现的 所变现 所以呢 心作火 心就是火 心作众生 心就是众生啊 你要作众生 就是思维啊 三界流转的事情啊 那么你所变现的境界 就是众生的境界 就是众生的境界 所以呢 《维摩节经》当中也讲啊 诸法的泄脱 从哪个地方求呢 从哪个地方去求 那个诸法的泄脱 那么《维摩节经》是呢 就回答了 要从众生心形当中求 从众生的心形 就是没有离开众生心 而有诸佛的泄脱 就好像说呢 你要离开那个坡浪 就找不到水 你要从哪里去找水 那个坡浪就是水 坡浪就是水 离开的坡浪 没有水可得 离开了众生的心形 没有诸佛的泄脱 没有诸佛的泄脱 那这个呢 在在的显示啊 这个万事万物呢 识法界都是由我们这一念心 所变现的 所以我们呢 掌握了心 就掌握了识法界啊 原体的根本啊 就掌握了识法界了 我们呢 要从这个地方来念佛 从这个地方来念佛 我们了解啊 识法界维持一心 那么我们心念佛的当下 当然呢 我们将来的果报 就是在极乐世界 七宝次八宫德水当中 显现的 莲花当中化身呢 没有离开这样的道理 那掌握这个道理之后呢 我们再念佛 就有力量啊 欢喜啊 我们念念当中呢 就是极乐世界的 一正二八的窗眼 就念念得开显 那么我们讲呢 修行一天台中来讲啊 从最初的李济佛 到究竟记佛 李济佛 明智记啊 观形相似 分正究竟 那你信上大家都是佛 都是有佛性啊 都是未来佛 但是呢 你还是一个反复 要假计修行啊 所以第一个呢 所谈到叫明智记 你能够通达一切的 语言文字 了解一切的教法 这大开元节啊 叫做明智记 那么再来呢 观形记呢 从礼而起 就是修行的时候呢 将烦恼扶住的时候 他的观形的功夫呢 足以 浮缓恼 念念照常理啊 心心习患成 骗观诸法性 灰甲亦非正 他这个时候浮缓恼了 浮缓恼 那么 缓恼与虎 接着才能够断啊 到了相识记 相识记的时候 就是断 见识后 那么来自 分证记 破无名正法生 那是分证记 这是见识的 我们念佛也一样哦 念佛也是一样的 在理性上来讲 我们念念当中之 成就极乐世界 一正二法的状怨 但是呢 是分证 分 分分 一念一念 一念的 渐渐的圆满呢 等到你的 这个敬业成就的时候 这个果报就现出来了 你圆满的果报就现出来了 所以呢 在念佛当中呢 分成三个层次 分三个层次呢 第一个叫做取相念 取相 你要取什么相 我们取 欧弥陀佛的 佛号的相 取这个相 就是由最初呢 我们呢 都是散乱心的境界 平常怀惑是这样啊 不会想其他的 这古德讲啊 说怀惑的心啊 什么都可以圆 就是不能够圆那个波勒 波勒是无相 怀惑是轴向 有相的境界 他都可以圆 就不能够圆波勒 那怀惑心是这样啊 我们最初从一个凡路心 一个散乱的境界啊 开始啊 我们要努力一点的 要圆那个相 圆什么相 不要圆三界流转的相 从圆其法来讲 我们圆着佛相 佛的佛号啊 佛的佛号就是 总是佛的功德 我圆阿弥陀佛 这个佛号 这个第一个要取这个相 念念念念念念佛 我们在佛当里面可以念啊 走出去外面啊 又开始了 脑毛病又患了 想东想西的 这个时候呢 哎 又紧接了 我是打佛七啊 提醒自己 赶快心又设助 又开始念佛 所以这个取向 是你经常要取这个相 这个时候呢 就是 在拉锯站 一下子打妄想 一下子有正念啊 一下子又打妄想啊 这个正念跟妄念啊 这个拉锯 这时候是取向 取向 那个取向念的时候 是经常你要提醒自己的 提醒自己 佛号在吗 忘了 忘了赶快 佛号要提起来 要提起来 那么 以这个 一切诗读念当中所讲的 修九心处啊 一界定 那么第一个呢 叫做内处 我们的环境的心啊 都是向外攀岩 住在外在的境界啊 经常是不在家的 到处跑 那个心是往外攀岩的 第一个 要把那个心叫回来 要内住 要内住 住得下吗 要跑习惯了 住啊 一下的时间 又开始往外跑了 这个时候啊 要等住 一念不可以啊 还要第一念 第二念 第三念 要相续的 要住在那个守元净上 这个叫等住 第二步叫等住了 等住呢 念了十念啊 百念千念 或者一分钟 三分钟 心又往外跑了 这个时候 还要再叫回来 叫做安住 不要老是往外跑 要安住嘛 这安住 我们现在的时候 就是这样啊 取相恋就是这样 取相恋 你的心呢 在念我 念念念念念 跑掉了 再拉回来 跑掉再拉回来 要取那个佛 佛号的相 取相 用功久了 慢慢的调伏了 我们的妄想心了 慢慢调伏 慢慢调伏了 这个时候 到第二个层次 才能够到达 住相恋 真住相恋 那在 这个起相恋当中呢 我跟讲呢 静中的用功 当然是一记弥陀 念 诵 听 要先念 佛号从我们的心 所产生了 起了这样的咒语 之后 那么先念 口诵 嘴巴 念出去 接着耳根听回来 这个三轮转动了 三轮转动 我们的心 就是意根 耳闻的口 就是舌根 耳就是耳根 三轮转动 三轮转动 那么一句弥陀 念 诵 听 就是一句不乱 这个 还没有成就三类 要先成就成片 还没有成片 第一个 第一个要先达到专注 专注 我们一句不乱 一心不乱 最初要从一句不乱开始 只一句弥陀 念 诵 听 然后呢 实际成片 三三四 这个内住之后 还要再等住 等住 就是后一念 跟前一念 是相等的 一样的 要静念相继 前面呢 都射六根 把六根收射起来 心呢 就是意根 舌根 耳根 三根 一射呢 其他的三根 通通射住了 就是都射六根 就是专注力 接着呢 要实际成片 三四 这个相续力 就是等住 等住 那相续力 有了专注之后呢 然后相续 相续来 跑掉了 再拉回来 跑掉再拉回来 这个呢 是在 取向念当中呢 应该是要这样的 那我们静忠当中呢 是要如此的做 比较容易一点呢 比较容易一点 由于这个专注 然后相续 相续啊 要中间没有隔断的时候 久了 那就能够入那个三根地 这大师之谱啊 念文通章呢 讲到呢 讲到这个修 这个念佛寡人呢 下手的功夫是这样的 那动中的话呢 这个动中呢 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做事情的时候 做事情的时候呢 你经常提示 你的念头 忘了 再提示 忘了再提示 提久了 它就有力量了 提久就有力量 要忘了 无所谓啊 那就 不得而知啦 佛号就离我们太遥远了 久了 你就成为习惯了 做事当中 没办法练佛 那你要提示 提示提示 经常想到就练 想到就练 忘了没关系 想到又开始练 久了 你就产生习惯性了 产生习惯性 我们呢 阿赖也的种子啊 你经常欣习 某一种的情况啊 那个种子的力量 有一种势力 有一种势力 那叫做习惯 叫习惯 你在做公屋的时候 就是这样 只要是好的 只要是好 你就经常的 熏久了 它就有力量 它就有力量 所以呢 说公屋的成就 不是平白无故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世界当中呢 你所遇到的事情啊 没有哪一件事情 是意外的 没有所谓的意外啊 都是因缘 都是因缘 都是你栽培的 都是因缘的 大家为什么来这个地方打佛气 说我忽然之间 我走来了 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过去的因缘 你有这样的因缘呢 不是意外的呢 不是意外的 我走路跌倒了 那个太意外了 所以我们呢 在佛法学习过程当中呢 都是我们过去所栽培的因缘 那只要是好的 你就要栽培 只要是好的 只要是呢 能够趋向于内盘 趋向于穴头 我们都多多的栽培 除了念佛之外 还有很多的助缘啊 你要积功累得啊 我们讲啊 未成佛道 先结人缘 你要结那个善缘 结善缘 这也是其中一个 不然你成佛的时候 你的建设从哪里来 只有你成佛了 其他没半个人 那这个佛国土 有什么庄严呢 所以要结人缘 结善缘 将来呢 你发现了 将来被我结人缘 我成佛的这些人 都到我国土去啊 那就有很多的眷属啊 这些菩提眷属 所以呢 未成佛道 先结人缘 这也很要紧 那再来呢 这个大众的 前面讲做事嘛 大众当中呢 我们用功的时候 你不能说呢 就好像我自己 一个人在用功啊 那这里啊 就是有这个 连友啊 这么问 说呢 他在大众当中呢 其身练的时候 很难做到心练心听 谁叫你在大众当中 念佛要心练心听 是我自己练的时候 自己耳根要听 你心练心听啊 就是没有出声啊 还说呢 恳请开示 如何做到 这个 大众的 那个大众在念的时候呢 是自己念出声音 自己耳根要听 心练心听的时候 是你在静坐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 默认 这是金刚词 或者你不练 用心呢 听你的声像 就心练心听 大众当中 都是要出声 要出声念 出声念 那出声念的时候呢 比较不会有妄想啊 比较不会有妄想 所以呢 这里讲呢 很难做到心练心听啊 所以虽然出声念 但是呢 但是呢 有很多的妄想杂念 后来呢 加上念的时候 心里面啊 心上想着 圣号四个字 历历在前 稍少能够射心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会有问题的 但呢 容易疲累 甚至于头痛 对了 就是会头痛 如何对峙呢 比较正确呢 其实呢 不这样啊 所有的官法 只是一刹弄而已 你不能把它当作呢 正常的这个功夫 在用的 我们在练活的时候呢 要用耳根 要用耳根 那一天讲过了 那一天讲过了 六根当中呢 就是一耳根 听声音 不会疲倦而已 其他的你用心 关了 关久了 你的心力啊 会很疲惫的 会很疲惫 那你关这个四个字啊 在上面 在前面啊 你关久了 就是你的意识 都是在上缘的 在头部这个范围呢 所以你久了 你头就痛了 这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讲嘛 你要练的时候 你东边的 你要依取 我们平常的情形啊 东边的人讲话 声音是从东边来 西边的人讲话是 声音从西边来 在西边 不是在我们耳朵啊 在西边 所以我们练活的时候 声音是在我们前面 不是在我们耳朵 在耳朵的时候呢 你一直啊 灌在耳朵 这个地方呢 血液往这个地方流啊 你就会头痛 气往这个地方走 你会头痛 你关那个圣号四个字 那都是应用的 其实主持大德啊 没有教这个方法 这是我们的后来 为了方便啊 一种的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啊 这个不能当作正常的用功 你看主持大德开始 就是用耳根 这个跟经典是相应的啊 这个道理 那是正确的 用耳根 听声音 听声音 只是我们后面呢 在教诸位 就是说 声音不是在耳朵 因为有很多人 就是这样 听声音啊 他就灌注在耳朵 那结果头痛了 耳朵痛了 这种方法是错的 这种方法是错的 声音是在我们前面 在我们前面 不是在耳朵这个地方 所以呢 在大乡在用功的时候 不叫心念心听 叫耳根听生成 你要自己听到 你自己念的声音 听到你念的声音 这样才是正确的 才正确 你要这样听的时候 就不会有头痛的毛病 万一你用功的 用了上火了 上火头会痛怎么办 那么印光大师教我们 有时候头皮会麻 好像有东西在摸 我们的头一样 那个就是火气上火了 怎么用 要把心啊 把意识降下来 把意识降下来 所以应主教我们 你就观想 你坐在莲花当中 念佛观想那个莲花 你就把意识往底下走了 练一段时间 你的心在底下 气血就往底下走了 那个火气就降下来了 那个毛病就会没有了 那不是着魔啊 那是你的火气上来的现象 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情形呢 我们经常的 你的心要往底下远啊 要远低一点 要远低一点 而不能远得太高了 因为太高会上火 容易有其他的状况产生了 这个是顺便讲的 顺便讲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 就顺便带出来说明 第一个是取向念 取向念由一念 十念 百念 千念 渐渐的呢 由专注力到相续力 相续久了之后呢 到达了注向念 这个注向 注 你能够安住 你能够安住在你所缘境上 安住在所缘境上 那一切实地论呢 修预界定 九星柱的话 到后面是 这个 等词 那等词呢 那等词呢 就是呢 平等 词心呢 一进而转 他一坐下去 八个小时 没有忘念 没有一个忘念 那么前面的 第八个呢 还是属于有作意的 到等词的时候 是任应 他不用作意的 不用作意 他一坐下去 不用作意 马上 这个心就是在所缘境上 等词 那个呢 就是预界定 预界定 那么预界定 在往前的时候 才到达 未到地定 叫金分定 未到地定 还没到出产 叫做未到地 那个地啊 就是出产 还没到出产的 前面一个定 叫未到地定 那在前面的预界定 还是一个不行的 很脆弱的 还没有断烦的功德 到了未到地定 在定当中修灌 才能够断烦 那么预界定 不容易得到 很容易破坏 我们要修念佛法门 有这样的功夫 是坐下去八个小时 没有忘恋 那是念佛三昧 是念佛三昧的 若一日乃至若七日 那你坐下去八个小时 那已经到达 那个三昧的境界了 但是呢 同样是三昧 预界定也是三昧 定就是三昧 预界定很容易 不容易得到 很容易破坏了 他还是一个凡夫 纵然你得到 还是一个生死凡夫 三界的生死 还不能够离开的 我们要修行念佛法门 你得到念佛三昧 你这一生当中 决定往生极乐世界 那个功德差别太大了 差别太大了 那么住相念 也就是呢 最初的 有能有所 住相 就是心安住在佛号上 有能念的心 有所念的佛 除了能念的心 所念的佛以外 没有其他的念头 这叫住相 这叫住相念 这个叫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 从福烦恼到断烦恼的境界 都是的 都是 到断见之后 从福到断见之后 这一个范围比较大 都是属于 这个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 从住相念之后 再往前 再往前 功德深了 就到离相念 离相 由前面的住相之后 除了能念的心 念于所念的佛之外 念念久了 心佛一如 心佛双亡 离相了 念即勤亡 即念无念 就在念的当下 离开的念性 那个念的知性 也不可得的 也不可得 那就离相念 我们平常呢 讲的 听那个主持大德的开示 就是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那么这是属于 离相念 那个境界 已经到达 那个 离一心不乱了 离一心不乱的境界 不是还不是在 四一心不乱的 四一心不乱 还是属于 有能有所 有能守的对立的 到离相念的时候呢 那么能守双亡 心佛一如 心佛不恶 这个叫做到达 到了这个离一心不乱 离一心不乱的境界 那么有学员呢 不是学员 对不起 有联友 这个联友啊 他有这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呢 他用功的时候呢 有时候 有时候呢 如果大宗念念念念念念 砂板的停了之后 心的相续的力量啊 他会自然的活化 会跑出来 这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 但是呢 还没有到达 那个念而不念 不念而念啊 还不是那一种情形的 只是说 我们因为前面的 那个大宗 一个追顶链啊 追顶链 链链链链链 链到最后面呢 那个种子的力量啊 势力强盛了 我们虽然上板了 但是阿赖也那个种子啊 力量强盛 所以继续的 那个佛会跑出来 跑出来 请问多久呢 有没有一分钟 还有三分钟 还有十分钟 还有十五分钟 都是这样 那就不错了 但是呢 过了呢 过了还是回到 我们那个境界 因为我们 还是功没有得到 那个地方 只是呢 我们自己啊 那很卖力的 用力的这样 用功呢 吹顶链 没有其他的妄念 所产生的现象 产生的现象 不过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呢 作为啊 那种链而不链啊 链而无链 无链而链的 那种境界的 那个前方便 那种的前方便 也可以做 那个前方便 那前方便的 第一个过程 要先到达 试一心不乱 然后才能够 到达理一心不乱 那么无论 试词 或者理词 试词的人 只是足以四相 知道希望值的世界啊 有阿弥陀佛 你我们啊 十万亿佛土 那么遥远啊 但是我们以自诚肯 欠而心 而念念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啊 蒙活的接引 这是叫试词 只是在四相上而已 能够用功 那么理词啊 它能够通达呢 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没有离开我们自心本具啊 没有离开我现前这一念心 就以我现前这一念心 而念我本具的那种阿弥陀佛 这个叫理词 叫理词 那么无论试词 或者理词 都要经过 从浮烦恼到断 从四一心 到达理一心 都要经过这样的 第一个阶段 要到达四一心 要有能有所 有能有所 有能念的心 有所念的佛 一定是这样 才能够到达理想念 那又问啊 说我们在共修当中呢 共修的时候 假使有肘磨的状况 应该怎么处置 我们念佛也会肘磨吗 也会哦 念佛为什么会肘磨 这个车磨大师讲啊 说念佛的人啊 你不能够啊 一直要求见好像 不能求见好像 我要见到佛 要见到观神 不知道见到什么 不能有这样的心 这样的心啊 你太急躁的心啊 急躁的时候 心就浮 心急气 气 浮动了 浮动上来的时候呢 你心掉矩了 容易啊 产生魔像 就是跟外在的境界啊 产生一种相应啊 什么相应呢 什么事情都就讲相应啊 你没有跟佛号相应 你就是跟其他的境界相应 所以呢 你的恩亲在主啊 就趁虚而入 你欢喜看这个境界吗 就献那个境界给你看 你欢喜了 见到佛了 其实呢 你的心呢 是一个散乱境界啊 一个调局的境界的时候呢 你这个时候 一欢喜 马上啊 就不行了 那个东西啊 就入于你的心了 所以呢 我们呢 念佛的时候呢 我们要求什么 求一心 求一心不乱 而不是求见到佛 你要真的到达念佛上面 一心不乱的时候 你想见了 动一个念头佛就现前了 那个时候的见是一个正常的 是正常的 要是没有到达那个功夫的时候 你但是可以啊 心要原则佛号 当中不要有妄念 怎么样跟佛号呢 相依相存 我们是要这样用功的 这样用功 所以呢 切记 切记 绝对啊 不要有那个妄想 那个妄想 所以呢 有的人念佛啊 他要见啊 极乐世界 要见什么 那心就是一直在 在这个境界上攀缘呢 这是错误的 你功夫没有到那个地方呢 你这个见啊 不一定是对的 你功夫到那个地方呢 见了就是没有错误的 没有错误 功夫不到呢 你要见 你见不到了 你要见到了 那就不好了 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修行念佛法门呢 也不要呢 谈那个怪力乱神的事情 孔子讲啊 他不喜欢怪力乱神 我们呢 也是一样的 你修行佛法当中呢 不要讲神通 讲什么感应的 你讲久了 你的心呢 就是往那个地方攀缘 就是有贪 有贪的心在那个地方 那就是烦恼像 我们在修行用功呢 是你跟境界相应的时候 他心是寂静的 不是烦恼像的 他是寂静的 你又有烦恼像了 那就不对 修行念佛法门当中 要求一心不乱啊 不要求什么境界 这很要紧 很要紧 参禅啊 修止冠啊 要有魔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离开异界的时候 才有真正的魔 要离开异界的时候呢 那么Push呢 是住在六一天的天顶呢 是踏化自在天 你要离开异界的 到达这个社界天的时候 才有魔像现前的 才有魔像 那要是没我的时候呢 都是自己的恩亲在主 找上门呢 自己的恩亲在主 找上门的 那我们呢 在修了其他的教理当中 了知的呢 大圣体系论当中呢 指观门里面所讲的 那修止冠的时候呢 那么你的恩亲在主 或者呢 他会献你的亲属的像 献来自于献佛菩萨呢 为你说法的像 都有 但是那个都是魔像 都是魔像 修止冠当中呢 是远离一切的像啊 有一切的像 现前都是魔像 怎么办 当官违心 应该要观察啊 司法界都是违心所现的 违心 唯独我们的心事啊 没有外境哦 这个外境是心所显现的 外境是心所显现的 就不应该攀岩外在的 就是说 好像说我们没有用功的时候 没有这一桩事情 用了功才有这个事情 那可见是我们心的问题啊 是心所显现的 那心所显就不要攀岩 这没事情了 你要起贪酌心 那就是有能有守有对立的 这时候就产生障碍 产生障碍 所当官违心啊 则不备啊 这一些境界啊 所扰乱的 所以呢 古德讲啊 参禅的人啊 他有时候看到境界的时候啊 他要练啊 华眼睛的祭送啊 应光法界信 一切唯心造啊 都是唯心所创造的 没有其他的 没有所谓的离心之外 有境界可得的 这样啊 才不会啊 有着魔的情形 那我们念我法文当中呢 我们一心 那么在这个佛号上啊 念念念佛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这是呢 讲到这个念佛这一方面 念佛这一方面啊 我们呢 能够了知呢 这个下手的功夫 都射六根 接着敬念相继 那么 入三摩地 四为第一 我们在念佛当中呢 除了这个经典当中 告诉我们的道理 方法以外的 你不要自己再想一套啊 我们这个念佑里面啊 自己想了很多 写了很多啊 这个自己再想一套啊 这个不保险的哦 主事大德走过了 是他们自己的经验 是没有毛病的 你现在开始要尝试啊 你不要动摸摸细摸摸的 这个等一下啦 这个出了问题啊 这个不好处理的 所以啊 不要自己再搞一套 就按照主事大德的开示 主事大德的开示 这么用功 就不会有问题 功夫也容易上路了 容易上路 再来呢 我们呢 再说明呢 十大愿王第三呢 第三 那就是广修贡养 广修贡养 那么贡养 供养当中啊 就有所谓的财供养 法供养 就着财物的供养来讲啊 这个财物是我们众生所说用的 我们要难舍能舍 是我家里面很多东西啊 太多东西了 我想啊 拿出去啊 跟人有结缘 那么好的 我通通留下来了 就那一些平常用不到的 拿出去的 这个不叫难舍能舍啊 那我们给人家的 都是最好的 差的自己留着用 东西要坏掉了 说赶快啊 拿出去啊 布施人家 那拿出去啊 拿好的 不能拿那个烂的 快要坏掉的 那也修不到多大的功德啊 因为难舍能舍 所以这个是我最欢喜的 我舍给人家的 难舍能舍 你要难舍能舍啊 得那个大福报 得大福报 这是呢 财物的供养这一方面呢 财物的供养 那么而在这供养当中呢 那依法供养啊 最为殊胜 这功德啊 最为殊胜 我们呢 修行念佛法门 我们也是要 积功累得啊 积功累得 不能但是 一记欧弥陀 其他事情 通通不管啊 也是要积功累得 也是要跟人互动啊 要广觉善言啊 也是要这样的 还必须要这样做 在经文里面呢 讲到啊 善人指诸供养中 法供养罪 所谓如受修行供养 利益众生供养 赦赦众生供养 待众生苦供养 勤修善根供养 不舍菩萨业供养 不离菩提心供养 那所有的供养当中 以法供养是最为殊胜的 什么是法供养呢 所以我们今天呢 家里面有佛 我们买了很多的这个水果啊 饼干啊 来供养 这个是财务的供养 财务的供养 赶着福报 大的福报 那我们要是说 我们呢 家里经济啊 不是很好 没关系 我们在佛前 我们送一部经 我们拜拜佛 我们这样供养佛 这也是供养 这是法供养 所谓 如说修行供养 如说修行供养 我们念佛法门啊 我们说今天修行念佛法门 我们每天念念佛呢 拜佛 我们就是随顺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啊 随顺呢 知佛的教导 随顺释迦本师的教导 这个就是如说修行 这个就是供养佛 就是供养佛 再来呢 在欧恒经里面所讲的 能够呢 如理思维 就是供养三世诸佛 我们如理的思维 思维法意 这也是供养诸佛 供养三世诸佛 这个就是如说修行供养 再来利益众生供养 我们呢 修行念佛法门呢 不单是成就之力 我们现在也是利益众生啊 利益人家 那利益众生 佛以大悲心啊 那么 度化一切众生 我们利益众生 以这样来供养佛 这也是供养 也是法供养 利益众生供养 再来呢 色色众生供养 那么苦难的众生 这个时候正需要安慰啊 我们呢 劝导他 开导他 安慰他 这也是供养诸佛 这也是供养诸佛 带众生苦供养 带众生死 带众生苦呢 我们但是一个发心啊 说呢 人家牙齿痛 痛得很严重 好吧 把那个牙齿痛给我好了 我们自己牙齿痛的时候 还去找医生呢 这个时候呢 只是一个发心啊 菩萨的发心啊 真的有那样的功德的时候 像那个大善之士啊 以前看了这个书啊 里面呢 他这个旁边有一个病人呢 生了这个麻红病啊 他那个慈悲心呢 修自他交换的时候 那个麻红病跑到他身上了 当下带那个众生受苦 接着呢 他把麻红病又转到那个树上去了 转到树上去 有那个功德 那是大修行者 那我们呢 就是发心 发心 假使我的能力有那么一天 我也愿意带众生受苦 发心 这也是供养 供养祝福 勤修善根供养 勤修善根 善根啊 以为师来讲啊 就是种子 就是我们现前的心 我们呢 勤修善根 我们在活法当中呢 我们念佛 念佛 念生 我们呢 扶持三宝 我们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情 勤修这一些的善根 这也是供养 也是供养 再来 不舍菩萨也供养 这菩萨道啊 是 长时间的 三道 二生集结 三无数结 那么 休息啊 这个六度万恨啊 虽然呢 菩提道是那么的谣言 菩萨当当漫长呢 我还是不舍菩萨业 想到众生啊 要利益众生的 这个 不舍菩萨业供养 不离菩提心供养 我们啊 发菩提心呢 往生极乐世界 没有离开菩提心呢 我们成活之后 还是要回入 苏波度有情 不离菩提心供养 那么不离菩提心 也是供养诸佛 供养诸佛 所以《花花经》啊 里面啊 说呢 若人以塔庙 宝像 及画像 以花香欢盖啊 进心而供养 经文当中所讲啊 说以此供养相啊 渐渐无量佛 自成无上道 广度无疏众 那么这个呢 就是广修供养 广修供养 那将来呢 由于这样广修供养呢 我们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 当来能够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阿弥陀佛 就见到十万诸佛 见到十万诸佛 我们呢 《宋弥陀经》里面呢 所讲的嘛 那么在早上的时候呢 成者各以一格 成仲妙花 供养 他方十万亿佛 那么就是修福啊 普遍的广修供养 这是修福 修福 那么广修供养呢 可以除这个贪 烦恼障呢 得大富劳财的果报 这是呢 属于这个 第三广修供养 再来呢 第四呢 忏悟业障 忏悟业障呢 依我们的念佛法门来讲的话 说我念佛就是忏悟业障了吗 还要忏悟业障吗 善导大师呢 在他的拳击里面呢 有这么样开示啊 这么开示 所以有了念佛的人呢 他想啊 我过去啊 造了很多的罪业啊 恐怕呢 我这个念佛呢 不能够得力啊 有很多的障碍 怎么办 善导大师就开导啊 就是一语经典当中 所开示的 我们造极重的恶业啊 你要昼业六十啊 你十方佛就拜佛 畅为业障 畅为树业 畅为树业 我们念佛 正行 还有有住行 要住行 虽然说念佛呢 所念余生佛呢 一致一记佛号 自成恳建 能够 内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啊 有这样的功德在的 但是我们过去呢 所造的夜啊 不止八十一节呢 那是无量一节的 无量一节 因为我们轮回的时间 太久了 太久了 所以呢 手造的罪业 也是太多太多了 那有二月 那么二月起现行的时候呢 说我们呢 念佛的时候呢 也不能够啦 没办法说 一心都是安住在这个 佛号上 偶尔环境就是这样啊 偶尔打打妄想 偶尔又有正念啊 那么打妄想的时候呢 就是呢 二月的 那个阴的一个助言 一个助言 所以我们现在的心 是过去二月的助言 过去二月的助言 那修行呢 就在意啊 我们要栽培善因 另一方面 就是改变那个助言 改变助言 第二个意思呢 我们现前的心 有两种功能 第一个就是发业 发动造业 可能是善业 可能是恶业 可能是无忌业 那么总之就是发业 这是因 将来呢 得果报的因 另外一个功能 叫做润生 之润呢 上一辈子的这个种子啊 让它升起 就是当上一辈子的因 它的助言 就是助言 所以现前的心 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成就未来 得果报的因 再来呢 另一个是 作为过去因 生起的一个助言 一个助言 所以我们现前的心 没办法 长时间安住在正念上 有时候打妄想的 那个有妄想的 你就会引 触动 引生触动 你过去的 不好的那个恶 恶因 起的现行 所以我们呢 要修禅 有时候拜禅 拜禅呢 是一个助言 拜禅也是 很要紧的 也是很要紧的 在我们呢 这个念佛当中呢 我们自己啊 像主事大的 有利 这个净土禅 这个偶一大师呢 偶一大师在他的前景里面 有一个小净土 小净土禅 那个早上啊 拜一拜啊 甚至十几分钟 里面呢 也是呢 鼎礼希望极乐世界的 所谓的 法身 报身 硬化身 那这一些呢 之后 后面有一个 债尾的文啊 有一个花路 债尾的文 你根据天台中呢 无悔法门 这么写的 那个都是一个助言 一个助言 那么有债 有的债尾的这个助言呢 我们这个 过去的恶因 还没有起现行的时候呢 先做债尾 先做折服的工作 先折服了 不要让他产生现行 产生现行 果报现行的时候 我们就要受报 就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先债尾 先折损 先折损 那么他是帮助你修行的 帮助你的练佛的 帮助练佛 练佛是很好啊 不过有的人练一练 最近啊 怎么样 我起烦恼了 都拜佛 都用功啊 内佛下 拜不下 你看吧 他练佛 练佛很好啊 练佛可以除战啊 那烦恼来的时候啊 谁都认不得了 所以啊 我们还是啊 就是要有正行 要有助行 要助行 那就拜灿 所以倡尾业障 也很要紧 里面还有一些道理啊 我们等着明天再说啦 今天时间到了 那万言放下 好好提起 也好 你带着念下去 请lar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